继班师处教育组举办了进师餐会 休斯顿中文学校联谊会 9月28号教师节当天 在同地点摇餐厅也举办了一场餐宴 这次邀请来自休斯顿桥界华语学校教师及校长 共度教师节 同时举行会议长交接仪式 由小时顿教会中文学校张彩会校长 从文化中心中文学校庄芳林首周 接下会长任务 当天出席的八所中文学校老师及校长 除了在会议上闲话家常 难得相聚餐序之余 拍照留念的会场热闹景象 形成了一幅温馨和谐的画面 晚宴主持工作由西北学院谢兰因校长担任 即将卸任的庄芳林会长 在任内最后一次致辞机会上 一语双关的表示度日如年 顿时全场宾客停止呼吸 每人敢发出丁点声音的等待下文 不过现在新的解释度日如年是 度过每一天都好像过年一样 那这一年当中我自己很紧张 很小心的能够希望把 所有中文学校联谊会的事情 中文学校联谊会所有举办的各种活动 能够很顺利的完成 那么这一年也终于过去 今天我就要卸任了 那今天呢在这里欢迎各位呢 来参加我们一年一度的盛会 那我希望呢在未来的一年呢 也能够很顺利 同时我也要感谢各个中文学校联谊会的校长呢 在这一年来的全力的支持帮助 还有乔委会在各种活动 不管是在人力资源或者是其他的资源 都让我们能够举办各种活动很顺利 非常谢谢 晚宴上的交接仪式 由陈家宴处长及陈一方主任见证主持 乔务委员陈美芬张世勋 教育组长杨书亚也应邀列席 与校长老师共进晚餐 会上贵宾对海外教师在华语推广上的努力表达致意 同时由陈家宴处长代班乔委会的感谢撞及合作 对推广台湾优质华语文教学贡献良多 深受肯定 致表敬佩 应叛回去携手合作 为推广华文教育 共同努力 专含深陷 顺受时期 福星星敬奇 我在这边要向大家来致上最诚挚的敬意 因为我想在海外推展这个华语教学是非常不容易的 现在又其实世界上都是有这个少子化的现象 所以要找学生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想大家平常这个在教学或是在招生方面都非常的辛苦 那能够每个学校都有这么好的成就 我在这边向所有的校长和老师指上最诚挚的敬意 真正把正体华语的教学的实力 台湾的优质教育传播出去的是各位在座的老师 因为你们呢 是我们在推广海外正体中文的时候 一个最重要的坚冰 所以看到各位我都觉得 大家都是有中心思想的 都是有共同信念的 也就是这样子呢 每一次我们的连一会在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我们是非常团结一致 那利用这个机会 我谢谢各位对侨委会的支持 大家知道我在侨委会 我是侨委会 当天也表扬了八位资深教师 颁证奖状及奖金 而自立满二十年的两位教师 吴慧英 林婉珍校长 则获颁迎职侨教荣誉奖章 让两人二十年的教育奉献 首次获得高度肯定 当天接下会长的张彩慧 也在正式上任后 做了任内第一次讲话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 庆祝教师节 也是恐怖子的诞辰 让我向老师们 致上最大的致意 以感谢 谢谢你们心情 读师的奉献 还不上付出 你们不只是课堂上语文能力 教学的老师 你们也是孩子们生命的导师 每一句话 每一个微笑 学生都铭记在心 最后 敬祝各位 教师节快乐 谢谢 最后进行现金摩采的愚姓节目 全场不识老师本色 以拆迷抢答方式代替摩采 掀起了现场一阵紧张悬疑的气氛 也让大家一同开心热闹 度过今年的教师节 女者捐出来 哎呀他很干涉的 别欺负我们老师 哎呀 人家有这个风度 很好耶 他说我说他就捐出来 大家讲捐出来 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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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